住民不是和那姓楚的有大仇吗 看到那姓楚的落难 他都肯错过这样的好戏 我就不去了 你把情况汇报给我 也是一样 住民摆了摆手说道 在他爹朱灿到来之前 他是打定主意 补出玄武府的驻地一步 他对楚剑秋的畏惧 已经深入到了他的骨子里面 除非楚剑秋被打死了 他才会跑过去看看热闹 否则只要楚剑秋还活着 他都绝对不凑上钱去 桂木又怎么样 桂木的实力虽强 但楚剑秋也不是吃醋的 尤其是住民可是知道 楚剑秋直到现在 好像都还从来没有动用过 九龙神火罩防品这样的大杀器 而且像这种九阶极品的零食法宝 楚剑秋的手中 还不止九龙神火罩防品这么一件 还有一件威力同样不俗的千元宝镯 在入化的手中 一旦把楚剑秋逼劫了 祭出这么两件大杀器 桂木未必能够抵挡得住 要是他凑上钱去看热闹 一旦楚剑秋到时候杀红了眼 那他就相当于自己主动凑上钱去找死了 当然 这倒不是说楚剑秋一定就会赢 桂木的实力也不是闹着玩的 而且听说桂木的手中 也同样有着一件威力非常巨大的重宝 况且 跟在桂木身边的还有那么多的玉兽宗高手 总体来说还是桂木的迎面更大 好吧 于明威听到住民这话 不由有些无奈的说道 他心中不由有几分鄙视 这祝大公子果然是废物一个 即使修为突飞猛进了 还是如此的不堪造就 他现在都已经有点后悔了 跟着这么一个怂阔真的会有什么前途吗 住民对那青山少年的畏惧 简直犹如老鼠见到猫一般 靠他去对付那姓楚的青山少年 这真的现实吗 想到这里 于明威心中不由懊恼不已 早知道当初就不跟着这废物混了 不过现在上了贼船 再想下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住民对付不了那姓楚的青山少年 对付他还是很容易的 宇明皇城 宇明延的府邸 正趴在楚剑丘房间门口的吞天虎 猛然抬头朝着远处的天空中望去 卧槽 这是什么情况 这么多的高手朝这边飞过来 这是要来找查的 在前面带路的是那玉兽宗的胖子 妈的 这是真的过来找查的了 吞天虎见状顿时连忙 转头跑进楚剑丘的房间中 身形一闪进入了混沌之尊塔第二层天地中 去通知楚剑丘了 一会儿过后 楚剑丘带着入化吞天虎和小青鸟 从混沌之尊塔中出来 楚剑丘抬头看了一眼远处的天空中 那一大波朝着这边浩浩荡荡飞过来的舞者 眼睛不由眯了起来 好家伙 这还真是无休无止了 川蓝飞扬和宇明延也感受到了外面的动静 他们此时也顾不得闭关修炼了 纷纷从修炼室中飞了出来 迅速来到了楚剑丘的身边 宇寿宗少主桂木 川蓝飞扬看了一眼远处天空中飞来的那一波舞者 见到为首之人的面貌后 顿时不由一声惊呼 川蓝飞扬 你认识那人 楚剑丘文言转头看着他问道 没见过 但是鼎鼎大名的御寿宗少主桂木 我却是听过无数次 他身边跟着的那两头凶兽很容易认出来 川蓝飞扬说道 他很强 楚剑丘问道 很强 川蓝飞扬脸色凝重地说道 听说他可是曾经有击败过 非生境后期舞者的惊人战绩 这么强 楚剑丘文言也不由吃了 已经说道 这么说来 他岂不是比许恒湖都还要强大得多 许恒湖的实力 顶多也只能击败非生境中期的舞者 和非生境后期的舞者相比 还是有不小差距的 但这叫桂木的御寿宗少主 居然能够击败非生境后期的强者 这实力之强大可想而知 公子 恒湖盗子在地榜上 只是排名第三十名而已 但是御寿宗少主桂木 却是地榜排名第六的决定强者 恒湖盗子的实力和他相比 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的 川蓝飞扬苦笑一声说道 而且 不单只他本身的实力极强 就连他身边那两头凶兽 每一头都拥有 匹敌非生境后期强者的实力 楚剑丘听到这话 脸色不由有几分凝重起来 看来今天还真是麻烦不小 好在如今无论是他自己 还是入化吞天虎小青鸟 甚至是羽明炎和川蓝飞扬 实力都已经大幅提升 否则若是刚来羽明皇城的时候 遇到眼前这一幕 他还真不一定能够应付得了 如今入化吞天虎和小青鸟 都已经突破到了半步非生境 他们三人每一人的实力 其实都比许恒湖强大得多 当然这值得是比几年前的许恒湖强大得多 许恒湖那娘们的武道天赋不弱 又加上自己给了他十颗融入了 荒谷大陆吸水的丹药 如今距离和许恒湖上次的分别 已经又过去了好几年的时间 以那娘们的武道资质 这几年来 想来实力也不会驻步不前 小羊子 你也推掌别人的威风了 不就是几名区区的半步非生境舞者吗 同境界之中 虎爷还没有怕过谁 谁敢来招染老大 来一个虎爷灭一个 吞天虎闻言顿时瞥了一眼川岚飞扬 翁声翁气的说道 吞天虎说的不错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既然对方找上门来 那就好好招待他们一番就是了 楚剑秋也是微微一笑说道 对方的实力虽然强大 但也还不至于强大到 让楚剑秋畏惧的地步 对方拥有 匹敌非生境后期强者的实力 但是陆化 吞天虎和小青鸟 如今实力同样也不弱 陆化 吞天虎和小青鸟 虽然没有和真正的 非生境后期舞者交过手 但楚剑秋相信 他们之中每一人的实力 其实都不弱于一般的 非生境后期强者 以桂木为首的一行人 很快就飞到了 宇明言釜底上空 小畜生 见到我们玉兽宗 少主大甲光临 你们还不跪地 磕头相迎 是想死吗 那胖子双红义 看着下方的楚剑秋等人 高声怒喝道 如今有着桂木在一旁撑腰 他有了狐假虎威的底气 自然对楚剑秋不再畏惧 今天他要好好找回那天 差点被楚剑秋打死的那笔账 好好的扬眉吐气一番 哼 胖子 那天晚上公子放你一马 饶了你一命 你不心存感激 如今反而狗障人士 跑来公子面前狂吠 你也着实太不是好歹了 川蓝飞扬 听到这胖子如此猖狂的话 顿时立即忍不住 反唇相击道 桂木的名头虽大 对于玉兽宗如此大阵掌的杀上门来 他心中也的确很害怕 但是无论如何 他如今都是楚剑秋小弟的小弟 受过楚剑秋巨大的恩情 见到这胖子居然如此猖狂 他自然不能坐视不理 作为小弟 那自然就要有当小弟的觉悟 对于这种打头震叫骂的活 他自然是义不容辞的 至于得罪了玉兽宗之后 后果会如何 他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反正他的静命都是楚剑秋救的 大不了就是把这条命交出去 当做报答楚剑秋的恩情了 传岚飞扬 你真是好大的胆子 在少主的面前 你居然敢如此放肆 你是想死吗 双红一听到传岚飞扬这话 顿时勃然大怒道 吓唬谁呢 老子这条命在这里 有本事你就过来拿 传岚飞扬不屑地说道 传岚飞扬你今天死定了 不但只你今天会死定 就连你身后的传岚王朝都死定了 双红一盯着传岚飞扬脸色猙獰地叫道 听到双红一这话 传岚飞扬脸色不由微变 双红一这话显然一下子就击中了他的软肋 他自己并不怕死 反正在江湖上闯荡 他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这么多年来他经历的风险也不少 能够活到今天已经算是赚了 但是他却是很怕连累自己的族人 双红一见到传岚飞扬脸上色变 顿时洋洋得意地说道 怎么怕了 怕了的话就乖乖跪下来磕头 要是能够讨得我们少主欢心 我们倒是可以考虑饶你一命 堂堂的御寿宗就只剩下 威胁别人家人这点下三滥的伎俩了 你们御寿宗还真是一群鸡鸣狗盗 卑鄙无耻阴险龌龊龊的小人 不是干那种蒙面拦路打劫的狗党 就是干这种欺软怕硬的破事 我看你们御寿宗干脆改名叫 御狗宗御鸡宗好了 楚剑秋看了对面那些御寿宗的舞者一眼 冷笑一声说道 老大 他们这些垃圾 即使是御狗宗御鸡宗的名号 都已经算是抬举他们了 真正有骨气的鸡狗 哪里会干亲被这些砸碎来预示 俺看改名为偷鸡宗摸狗宗 更为妥贴一些 吞天虎文言立即出声附和道 有道理 的确是偷鸡宗摸狗宗更为贴切一些 楚剑秋深以为然的点了点头说道 听到楚剑秋和吞天虎这一唱一和 天空中所有的御寿宗舞者都不由纷纷色变 大胆狂徒 居然胆敢如此如我御寿宗 小畜生 你今天死定了 小杂种 如此出言不逊 今天谁都救不了你 少主 让我出马 灭了这猖狂无比的小畜生 一众御寿宗舞者 纷纷愤怒无比的怒吓道 见到这一幕 桂木抬起手来 示意众人安静 这位御寿宗少主 在众人之中的威望显然极高 见到他的首饰 本来还在气愤无比的御寿宗舞者 纷纷安静了下来 小杂 你胆子够大 明知道我们是御寿宗的人 你居然还敢如此口出狂言 如我御寿宗 你知不知道 你这样做 是在对我们整个御寿宗的挑衅 桂木盯着楚剑秋 一字一顿地说道 哼 那又如何 你们偷鸡摸狗宗很了不起吗 只许你们欺上门来 就不许我反击 楚剑秋冷笑一声说道 你以为光凭你们偷鸡摸狗宗的名头 就能够把我给吓住 让我乖乖投降 任由你们拿捏 那么对不起 让你们失望了 他不想去主动惹事 但却不代表他怕事 既然麻烦已经找上门来了 还要低声下气的庄孙子 那可不是他楚剑秋的作风 他唯一所要做的事情 就是对莱迪迎头痛击 只有以暴制暴 以杀指杀 把对方打痛了 才能够让那些心怀不轨之徒 不敢再来招惹他 小畜生 既然你自己找死 那就别怨我手下无情了 本少主倒是要看看 你究竟有多少斤两 卷杆如此口出狂言 桂木盯着楚剑秋 眼中闪过一抹冷意 寒生说道 说着他翻手一拍 一掌朝楚剑秋拍去 一只遮天大手凭空出现 携带着难以想象的恐怖威压 朝着楚剑秋兜头拍了下去 站在楚剑秋身边的入画 见到这一幕 毫不犹豫的一箭挥出 朝着那只遮天大手劈了过去 灵力无比的剑光滑破了长空 朝着那只遮天大手迎了上去 轰隆 两者相撞 狂暴无比的能量联谊 朝着四面八方席卷而去 就在两人交手的那一刻 羽明皇城的天幕上 骤然一道光柱从天而降 把羽明延釜底周围的空间 笼罩了起来 却是羽明王朝出手调动护城大镇 把这一块区域给隔绝了起来 对于御寿宗和楚剑秋双方的矛盾 羽明王朝不想插手 但是他们也不敢纯粹袖手旁观 羽明皇城四周 可是有着大量的空间通道的 羽明皇城虽然因为有着 重重大镇的笼罩 威压极其沉重 空间也极其稳固 但是 桂木和楚剑秋这双方的实力 都极其强大 一旦双方真的大站起来 所引起的战斗余威 是很有可能会波及到 那些空间通道的 一旦这战斗的余威 波及那些空间通道 引起那些空间通道的坍塌 到时候 他们整个羽明皇城都在遭殃 在那空间通道坍塌 所引起的空间乱流之下 整个羽明皇城都有可能 直接被空间风暴给吞噬掉 即使他们侥幸能够逃得一命 事后也必然会遭到 盗蒙的严惩 所以 即使羽明皇朝再想看戏 他们也不敢完全置身事外 当见到这边的大战 即将爆发的时候 羽明皇朝终于不敢再迟疑 立即调动护城大镇 把这片区域给彻底隔绝开来 羽明皇朝的护城大镇威力非常强大 一旦全面开启 即使是天眼镜强者都难以轻易攻破 现在虽然并非护城大镇全面开启 而只是调动部分威能 但是所形成的防御光照的坚固 也完全足以承受 非生境巅峰强者的战斗了 如此一来 即使桂木和楚剑丘的双方再如何战斗 也很难波及其他地方 天空中 遮天大手和灵力的剑光相撞 最终那只遮天大手被剑光劈开 而那道剑光也同样被那只遮天大手给拍散 这一下交锋居然是平分秋色 见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震惊了 尤其是御寿宗那边的舞者 更是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怎么可能 这少女怎么可能抵挡得了桂木的这一击 虽然桂木刚才那一下出手并没有用权力 但即使是一般的非生境中气舞者 都不可能轻易接得下来 更不用说是半步非生境的舞者了 要知道 桂木可是地榜排名第六的决顶强者 除了那些同样名列地榜前十的绝世天骄 谁能够在同境界之下和他争锋 但现在这从来没有见过的少女 却是轻轻松松的接下了桂木的遗迹 而且还丝毫不落下风 桂木见到这一幕 眼中也不由露出一抹意外无比的神色 他上下打亮了一眼入化 忽然问道 莫非你是天凤公的少公主 这少女刚才批出的那一件 他一眼就看出了是天凤公的舞学 天凤公之中 非生境之下的舞者按理说 没有人可以做到这一步 即使是舞蹈天赋极其出众的武灵兵 同样也不可能轻易接下他的这一仗 唯一有可能做到这一步的 只有那位大名鼎鼎的天凤公少公主 不错 我是 入化文言并没有否认 点了点头说道 听到入化这话 那些玉兽宗舞者再次一阵哗然 尤其是快元维 元其略和双红义三人 眼中更是露出了惊骇无比的神色 那胖子双红义 肥胖的身躯顿时抖得像筛子一般 身体发软 险切把持不住身形 从天空中掉落下去 他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 楚剑丘身边的这名神秘少女 居然是大名鼎鼎的天凤公少公主 而且 这位天凤公少公主的实力 还强大到了如此可怕的地步 居然能够和桂木一较高下 如果那天晚上 这位天凤公少公主 也对他们出手的话 不但只是她 即使是快元维和元其略 也绝对无法活着离开 宇明言的府邸 越是回想此事 她心中就越是后怕不已 不但是她心中经济到了极点 快元维和元其略 也同样比她好不到哪里去 虽然快元维和元其略 没有像双红义表现的那么不堪 但此时也同样 面如土色 她们发现 她们能够活到今天 可还真不是一般的福大命大 她们居然敢去 夜夕有天凤公少公主所在的地方 还真是无知者无畏 不过 好像一年多之前 这位天凤公少公主 还并没有突破到半部飞升境 而是在大通玄境巅峰 这么说来 这位天凤公少公主 突破到半部飞升境 也就是在最近这一年之内的事情 突破半部飞升境 才短短这一年的时间 她居然就拥有如此可怕的战力 这样的武道天赋 着实令人震惊无比 少公主 佩服 少公主的武道天赋之妖孽 着实令人叹为观止 桂木看着那滋容绝美的少女 忍不住赞叹道 这位天凤公少公主的修炼速度 当真称的上市 空前绝后 已区区不到百年的修炼岁月 居然就修炼到了半部飞升境 这即使是 她这种地榜第六的武道天赋 也不得不由衷佩服 如今地榜前十的武道天赋之中 即使是修炼速度最快的 也得花费两三百年 才能够修炼到半部飞升境 听到桂木这话 如画莫不作声 她自己的情况 她是再清楚不过了 她能够有今天 一切都是少爷赋予的 要不是少爷 她不要说什么武道天赋了 根本就是一个不能修炼的繁俗 正是因为少爷 用她自身的血脉 改变了她的体质 让她觉醒了天缝血脉 才让她走到了今天 而且 她能够这么快修炼到半部飞升境 也全部是因为少爷 那神妙的不可思议的 修炼资源所致 少公主 今天这事 是我和这小畜生的事情 还望少公主不要插手 桂木看着入化说道 天凤宫好歹是五大宗门之一 而且听说最近十几年 天凤宫的发展速度很是迅速 天凤宫主也已经突破到了半部天眼镜 这位少公主 无论是身份地位还是武道天赋 都半点不弱于她这个玉兽宗少主 所以 桂木并不愿意和这位天凤宫少公主 起冲突 少爷的事情 就是我的事情 只要有我在 你就休想伤我少爷半分 入化盯着她 语气坚定地说道 今天的桂木 不比之前 凯元伟等人和铁战宗宗主 庞昂 她的身份地位太高了 而且她身边的舞者数量也太多太强大了 面对此等威胁 她必须要亮出自己的身份 让桂木形势有所忌惮 这也是她今天面对桂木的攻击第一个站出来的原因 她不想让少爷受到哪怕一点的伤害 楚剑秋的实力如何 底蕴如何 她和楚剑秋相处了这么久 也是有一定了解的 以楚剑秋的实力和底蕴 固然不去桂木 但是双方一旦爆发大战 很有可能会是一个两败俱伤的下场 所以 她是想通过亮出自己的身份 让桂木知难而退 这一场战斗 能够避免 就尽量避免 等过一段时间 少爷的实力再进一步 到时候再面对桂木的话 就有把握得多了 桂木听到陆化这话 顿时不由一愣 她指着楚剑秋 满脸匪夷所思地问道 你刚才叫这小子什么 少爷 不错 他是我少爷 陆化点了点头说道 陆化这话已出在玉兽宗的人群之中 不由掀起一阵惊涛海浪 他们看着楚剑秋 眼中都不由露出震撼无比的神色 什么 这区区小通玄境忠切的楼椅 居然是天凤公少公主的少爷 妈的 这小子究竟是什么来头 桂木听到陆化这话 脸色却是不由难看无比 这区区小通玄境忠切的楼椅 有什么资格 让天凤公少公主这样的武道天骄 叫他少爷 这一刻桂木的心中简直嫉妒的几欲发狂 对于这位天凤公少公主道蒙的年轻俊严 哪一位不心存仰慕 无数道蒙的年轻天才都是这位天凤公少公主为梦中情人 三大远古世家之一的沈家天骄沈锡涵 天音宗少宗主洛云音 天凤公少公主楚入化 道蒙道子许恒胡 被誉为道蒙年轻一代的四大美人 这几位资荣和天赋都是绝佳的天之骄子 是道蒙无数年轻俊严都疯狂追求的几位绝代家人 这些年轻俊严之中自然也包括桂木在内 而道蒙年轻一代的四大美人之中 又以天凤公少公主楚入化和道蒙道子许恒胡最受欢迎 因为沈家的天骄沈锡涵和天音宗少主洛云音 这两位距离一般人实在太远了 不光是一般的年轻俊严不敢奢望 就连地榜排名前十的爵士天才 对这两位都不大敢奢望 因为这两位都是地榜上的绝顶强者 尤其是沈其涵 那可是地榜排名第二的爵士妖孽 而且他这个地榜第二还是因为出手次数少 为人比较低调 没有和地榜第一的穆书怀正式交手的缘故 有很多人甚至认为 他的实力并不在地榜第一的穆书怀之下 如此妖孽的爵士天骄 谁敢奢望 也就那位同样妖孽的天之骄子 地榜第一的穆书怀才配得上他 所以对于沈其涵 一般的年轻俊严也就只敢心存仰慕 而不敢动丝毫歪心思 他们真正敢追求的 实际上也就只有两人 一个是天凤公少公主楚入化 一个是道蒙道子 许恒胡 而现在桂木居然听到 这位道蒙年轻一代四大美人之一的天凤公少公主 叫一个区区小通玄境中气的蝼蚁 少爷 他心中之度货究竟到了何等地步 可想而知 在心中那熊熊度火的焚烧下 桂木的面容都已经有点猙獰扭曲了 小畜生 你居然敢忽悠天凤公少公主叫你少爷 你真是好大的胆子 本少今天就替天凤公 把你这侮辱天凤公名声的小杂种给清除掉 桂木忽然间仰天哈哈大笑道 笑声中充满了疯狂 杀把这里所有人除了少公主之外全都杀了 一个不留 桂木脸色猙獰的对身边那些御寿宗的舞者喝道 说着桂木手掌一张 两柄金瓜大锤出现在他左右两手之中 他双手一挥 两柄大锤骤然变大 犹如两座大山一般朝着楚剑丘砸了下去 那些御寿宗舞者得到桂木的指令 也纷纷对下方楚剑丘等人 发动了攻击 如花见到这一幕 脸上不有一片茫然 为什么他都已经亮出了自己的身份了 他们还是不肯罢休 见到桂木等御寿宗舞者发动进攻 楚剑丘手中法爵掐动 轻和一声 急 随着他的鹤声响起 一个巨大的能量光照 把雨鸣岩的整个府邸都笼罩在内 哄哄 桂木两柄大锤砸在能量光照上 使得整个防御大阵的能量光照都发生一阵剧烈无比的摇晃 不过这能量光照虽然被轰得摇摇欲坠 却最终还是把桂木的这一下攻击给抵挡了下来 如花 别愣着了 在这种情况下可不能分析 楚剑丘身手揉了揉他的脑袋 揉声说道 嘿 这小丫头还真是天真了一些 以为自己亮明了身份就能够下退桂木 如果是其他人 他的这一招或许还能够奏效 但是桂木好歹也是御寿宗的少主 身份地位半点也不弱于他这位天凤公少公主 又怎么可能会被他的名头给下退呢 少爷 我是不是把事情搞得更加糟糕了 如花眼神有几分茫然 又有几分难过地说道 貌似他这一次有点帮倒忙了 小丫头 不要想这么多 楚剑丘看着他安慰道 既然对方如此大阵仗地找上门来 本来就不可能会善罢甘休 你无论出不出面 最终这个结果都是避免不了的 如花听到这话 尽忠这才好受了一些 老大 要不要俺出去冲杀一阵 这些杂碎着实欺人太甚 吞天虎此时开口说道 对方的攻击太过猛烈了 老大的这个防御大阵 按照这样下去 可能维持不了多久 只有他冲杀出去 打断对方的攻击 才有可能让这防御大阵 维持得更久 不急 先等一下再说 楚剑丘摆了摆手说道 他抬头看了一眼天空中的情况 对方的攻击的确猛烈无比 如此众多的高手联手之下 再加上那数量不少的凶手 攻击的威力 几乎都不亚于一名飞升警巅峰强者的进攻了 他这个防御大阵 虽然在铁山宗来袭的那一役中 经过了一番加强 但最多也就能够承受飞升警后期强者的进攻 毕竟在羽名皇城中 他不想暴露自己太多的东西 所以布阵的材料也大多数只是使用一些九阶下品和九阶中品的法宝和天才地宝 九阶上品的基本上都没有 以这个防御大阵的防御力 要抵挡如此强大的进攻 还是有点难度的 可惜了 这些人比起铁山宗的舞者 可要聪明得多了 并没有一上来就跳进他的庭院中 而是一直都悬浮在羽名炎的釜底上空 使得他所布置的迷幻大阵 根本没有用武之地 要是他们进入庭院之中 陷入自己所布置的迷幻大阵之中的话 那事情可就容易得多了 不过既然如此的话 那就打一场硬仗好了 楚剑秋看了一眼 正在疯狂攻击防御大阵光照的御兽宗舞者 手中法爵掐动 调动着釜底中所布置的大阵 他在羽名炎釜底中所布置的 可不单只是防御大阵 还有强大无比的杀阵 随着手中法爵的掐动 釜底中一股可怕无比的剑也凌然而起 一道道的巨大的剑雄虚影 在釜底四周升起 去 楚剑秋一声大喝 手中捏了一个剑绝 朝着那些御兽宗舞者一指 庭院中 那一道道散发着灵力剑意的剑雄虚影 顿时犹如鱿鱼一般 朝着那些御兽宗舞者 击视而去 在这一波波剑雄虚影所形成的剑雨的袭击下 御兽宗舞者之中 顿时响起了一阵阵的惨叫声 大量的舞者在这一波剑雨的袭击之下被重创 还有至少一半的舞者和那些舞者身边的凶兽 直接被这一波剑雨所击杀 大量的剑雨在天空中飘洒 双红翼见到这大量的剑雄虚影 朝着自己袭来 一股可怕无比的死亡威胁 从心中生起 他连忙竭尽全力的去抵挡这些 袭来的剑雄虚影 可惜 这些剑雄虚影的威力实在是太强大了 根本就不是他所能够抵挡的了的 那些剑雄虚影 直接破开了他的防御 纷纷穿透了他的身体 直接把他给切割成一团团血末 不 胖子在临死之前 惊恐无比的大叫道 眼中闪过无比强烈的会议 今天真的不应该来趟这趟浑水的 那天楚剑雄饶了他一命 他不应该再继续来招惹楚剑雄 如果不是他心怀怨恨 没有继续去招惹楚剑雄 他今天就不至于死于非命了 但可惜 世间没有后悔药可吃 下一刻 他的意识就已经陷入了无尽的黑暗之中 胖子 快原为见到这一幕顿时目自欲裂的大叫道 见到胖子陷入险境 他很想去救 但是这剑阵的威力实在太大了 他自顾尚且不暇 哪里还有能力去把胖子救下来 不过 他的实力终究比起胖子双红翼强大很多 在全力抵抗下 虽然依然被那剑鱼所伤 但是终究还是保住了性命 在这一波剑雨的袭击下 除了御兽宗少主桂木 以及身边的那两头凶兽 和他身边那名贴身护卫 乔星波之外 剩下还活着的御兽宗舞者 几乎人人带伤 桂木见到这一幕 心中顿时大怒 他大喝一声 手中的双锤顿时散发出耀眼无比的光芒 化作两座大山 朝着下方的防御光照上砸去 呼 一声震天巨响 挨了这沉重无比的一击 本来之前就被轰击得摇摇欲坠的防御光照 顿时咔嚓一声 裂开无数犹如猪网般的裂缝 随我杀出去 楚剑丘喝道 他所布置的沙阵 在发出刚才那一下攻击之后 需要持续叙事 才能爆发下一轮攻击 但在沙阵叙事完成之前 可不能让桂木等御兽宗舞者 把这大阵给破掉了 否则他可就失去了这沙阵的一大利器 说着 楚剑丘率先朝着防御光照外面飞了出去 入化 吞天虎 小青鸟 串蓝飞扬和雨明眼见状 也纷纷跟随在楚剑丘的身后 朝着外面杀去 在飞出防御光照后 入化首先就朝桂木杀了过去 在这些御兽宗舞者之中 桂木的实力显然是最强的 比起他身边那名非生性忠切的老者 实力都还要强上不少 吞天虎则是选择进攻 那头六亿火云狮和那头金晶灵暴 以一人之力挑战两大凶兽 小青鸟则选择了桂木身边的贴身护卫 非生性中气的乔星波 楚剑丘剑壮倒是没有和入化 吞天虎小青鸟三人争相 直接朝着身受重伤的 袁其略和宽元伟两人杀去 如今他的实力 比起入化 吞天虎和小青鸟 的确有着不小的差距 在不施展终极杀手锏的情况下 他的战力是比不上入化 吞天虎和小青鸟三人的 况且 这一场战斗也可以说是一个锻炼入化的机会 让他提前磨练一番 提升一下和这种地榜前十的天之骄子的战斗经验 也好为一年半之后的中主舞蹈大会做准备 桂木等玉兽宗舞者的实力虽然很是强大 但却并没有超出楚剑丘的掌控之外 所以 对于这一次战斗的态度 楚剑丘还是更多当作一寸摸练战斗经验的机会 而且 也恰好可以拿这些玉兽宗舞者来试验一下 他们这段时间以来 在荒谷大陆历练的效果 所以 楚剑丘在杀象袁麒略和宽原围的时候 都并没有一上来 就使出杀力巨大的杀手锏 他并不急着 一下就把对方给解决掉 在楚剑丘 入化 吞天虎和小青鸟 对付了最为强大的几名对手之后 川蓝飞扬和宇明炎 则是选择去对付剩下的那些 玉兽宗舞者和凶兽 一场剧烈无比的大战在天空中展开 恐怖无比的能量余威像海啸一般朝着四面八方席卷而去 但由于有着与明皇城护城大阵的隔绝 这些战斗余威全部都被隔在了这片空间中 无法扩散出去 少公主 你再这么明顽不灵的话 就休怪我不客气了 桂木盯着入化 脸色铁青的说道 情况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 是他无论如何都没有料到的 原本在他的预料中 他带着如此众多的玉兽宗强者一道 可以很轻易的把楚剑丘等人给镇压掉 虽然他也听款员维说 铁山宗宗主庞昂带着不下十名的非生警强者 过来袭击楚剑丘的时候 差点全军覆没 但他对此事却并没有放在心上 铁山宗那些废物又如何能够和他相比 要是他出手的话 他一个人就能够横扫庞昂那些铁山宗舞者 而且还能够保证让庞昂等人一个都逃不掉 但等到真正和楚剑丘对上的时候 桂木才发现自己失算了 由于对楚剑丘的实力的低估 他一上来就吃了一个巨大无比的闷窥 导致他带来的玉兽宗舞者损失惨重 这一刻 桂木心中憋屈到了极点 他也愤怒到了极点 心中的杀鸡在熊熊的燃烧着 废话少说 你敢动我少爷 我便和你不死不休 陆化沉着小脸说道 听到陆化这话 桂木心中不由更加度货中烧了 少公主 这是你自找的 就别怪我手下无情了 桂木脸色猙獰地说道 说着他手中双锤一挥 开始对陆化发起了真正的攻击 在一开始的时候 他还有所顾忌 不想对陆化真正的出手 但这一刻 他已经被陆化真正的激怒了 心中的度火和愤怒 已经彻底冲昏了他的头脑 在他开始施展出真正的实力的时候 陆化的处境瞬间就艰难了起来 陆化的战力虽然不弱 但他毕竟才刚刚突破半步飞升顶不久 连境界都还没有真正的彻底稳固 和桂木这种地榜第六的爵士天骄相比 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 在桂木的猛烈攻击下 陆化开始有点左之右处起来 一炷香过后 陆化彻底陷入了烈士 少公主 你还是乖乖投降吧 你打不过我的 桂木看着陆化冷声说道 陆化文言一言不发 手掌一张 一道灵符出现在手中 他把这道灵符往身上一拍 灵符瞬间化作一道流光 钻进身体中 在这道灵符融入身体后 陆化身上瞬间轰然一声 爆发出一股强大无比的气势 实力瞬间暴涨数倍 在使用了这道大增礼符后 陆化立即就搬回了烈士 再次和桂木相持了起来 桂木见到这一幕 心中不由一阵吃惊 这是什么灵符 居然能够瞬间让这位少公主的实力 一下子暴涨如此之多 哼 即使使用了这种灵符 那又怎么样 这毕竟是依赖外物提升的实力 终究不能长久 一旦灵符的效果消退 被自己击败 也是迟早的事情 桂木阴沉着脸 没有再多说什么 向陆化发起了狂暴无比的攻击 两柄大锤 化作两座巨大的小山一般 不断地朝陆化的身上砸落 面对桂木狂暴的攻击 陆化绷着小脸一言不发 手中长剑挥动 沉着应对 一道道灵力无比的见光纵横交错 不断抵挡着桂木的攻击 偶尔他还能够发起几下反攻 两人的战斗一时间陷入了僵持之中 陆化自然无法击败陆化 但是陆化将要短时间击败陆化 也同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另一边 吞天湖一人独占桂木和两大本命灵兽 却物字不落下风 甚至还能够稳稳地压了那两头凶手一头 在杀得兴起的时候 吞天湖一声怒吼 摇身一晃 化作一头巨大无比的白色巨虎 顶天立地 凶威滔天 在他身上这股恐怖无比的凶威的压迫下 那头六亿火云尸和金晶灵暴 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畏惧之意 实力被极大的压制 他们原本面对吞天湖的攻击 就处于下风 此时实力再被压制 情况更是不妙 一时间两头凶兽在吞天火的攻击下 被打得连连败退 身上被吞天火的利兆 抓出了一道又一道的血痕 正在和入化战斗的桂木 见到这一幕 心中不由震惊到极点 这头白色巨虎 究竟是什么血脉的品种 居然强悍到如此恐怖的地步 连他的两头本命灵兽都能够压制 要知道 他的这两头本命灵兽本来就不是一般的妖兽 而是拥有远古一种血脉的异兽 神意非凡 当初他为了收服这两头本命灵兽 可是花费了巨大无比的代价 这两头本命灵兽的战力 可并不比他本人弱多少 即使单独任何一头都拥有 匹敌普通的飞生镜后期强者的战力 就更不用说两头本命联手了 而这头白色老虎居然能够在血脉上对他的两头本命灵兽产生巨大的压制 很显然这头白色老虎在血脉等级上比他的两头本命灵兽都还要高级的多 这头白色老虎的神意比起凯元伟所说的 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 若是能够把这头白色老虎收服 驯化成自己的本命灵兽 不但会成为自己的一大助力 而且还能够令自己的修为大胀 玉兽宗的功法很是特殊 做驯化的本命灵兽越是强大 对自己的修炼的帮助也会越大 所以玉兽宗的舞者对于这种神意的妖兽 比起其他舞者有着更为强烈的渴望 少公主 你们如果能够把那头白色老虎送给我 本少主对今天的事情可以既往不救 而且还算本少主欠你们一个人情 如何 桂木看着入化说道 如果能够得到这头白色老虎的话 其他的事情都是小事 放你娘的狗屁 就你这种杂碎居然也想打虎爷的主意 发你的春秋大梦去吧 吞天虎听到桂木这话 顿时勃然大怒 破口大骂道 在心中暴怒之下 他那巨大的虎爪一挥 拍在那头六翼火云尸的身上 顿时轰然一声 把那头六翼火云尸 给拍得像出唐的炮弹一般 向后击视而出 你们两头废物 我给你们一个选择 要么以后乖乖跟着虎爷 虎爷可以勉为其难打发慈悲 收你们两个废物为小弟 要么虎爷一爪子拍死你们 吞天虎一双巨大无比的眼眸 瞪着那头六翼火云尸和金精灵宝喝道 那头六翼火云尸和金精灵宝 听到吞天虎这话 顿时不由一阵瑟瑟发抖 他们相互对视了一眼 眼中都是露出了几分犹豫的神色 在面对这头白色老虎的时候 他们的压力实在太大了 也就是迫于桂木的压力 他们才不得不和这头白色老虎战斗 否则他们早就掉头逃跑了 这头白色老虎的血脉 对他们的压制实在太大了 在这头白色老虎面前 他们有一种来自血脉深处的畏惧 心中不自觉的 就会生出一种沉浮的念头 而且 在这头白色老虎的血脉压制下 他们的占力连一半都发挥不出来 否则 以他们两人的联手之下 不至于打不过这头白色老虎 桂木见到他那两头本命灵兽 居然有点被那头白色老虎 给说动的表现 脸色不由一片铁青 妈的 他这次过来 本来目的就是为了从楚剑秋手中 把他身边的大白猫和小青鸟 给抢过来的 如果这个目的没有达到 反而连自己的两头本命灵兽 都反过来被对方夺去 那这脸可就丢到姥姥家了 你们两个还愣着干嘛 还不赶紧给我上 把这头老虎给我拿下 少不了你们的好处 桂木黑着脸 对那头六亿火云狮和金精灵暴怒吓道 听到桂木的这一声怒吓 那头六亿火云狮和金精灵暴 顿时不敢迟疑 立即再次朝着吞天虎攻击过去 作为桂木的本命灵兽 他们的性命是捏在桂木手中的 他们根本就不敢违抗桂木的意志 所以即使他们心中 对这头白色老虎再畏惧 也不得不硬着头皮上 不过 好在他们的实力 虽然受到这头白色老虎的压制 但他们的修为和肉身强度 缺失并没有减弱 只是所发挥出来的战力受影响而已 所以他们虽然被这头白色老虎压着打 但还不至于有生命之危 哼 你们这两头蠢货 虎爷好心地劝告你们不听 非要一条道走到黑 那就别怪虎爷手下不留情了 吞天虎将到这一幕顿时冷哼了一声 说道 吞天虎仰天一声怒吼 朝着那头六亿火云尸和金晶灵宝 扑了过去 随着战斗的持续 那头六亿火云尸和金晶灵宝 越打越是心惊 因为他们感觉 随着战斗的进行 这头白色老虎非但没有丝毫消耗的感觉 实力反而越战越强 对于这一幕 他们心中不由一阵难以置信 这怎么可能 如此剧烈的战斗这头白色老虎 怎么会连一点消耗的迹象都没有 即使它的真元积累再雄厚 也不可能真的永远无穷无尽 他们确实没有想到 吞天虎肚子里面 还装着一条非生境中气的巨大毒胶 越是战斗的剧烈 这对吞天虎炼化这条毒胶的力量 便越有帮助 吞天虎所动用的力量 全部都是来源于这条非生境中气的毒胶 在这条毒胶的力量被彻底消耗之前 吞天虎便能够永远都源源不断的战斗 只是 这条毒胶可是一条身长万里的非生境中气毒胶 所蕴含的能量之惊人 又岂是那么容易消耗完的 以那条毒胶所蕴含的能量之惊人 即使维持吞天虎全力战斗 整整一年时间都绰绰有余 和吞天虎拼持久力 根本就没有任何人能够拼得过他 所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这头六亿火云尸和金睛灵爆 迟早都会被吞天虎给活活耗死 吞天虎在这边大杀一方 另一边小青鸟杀得兴起 同样摇身一晃 化作了一头青色巨鸟 对乔星波和他的本命灵手 发起猛烈无比的进攻 乔星波面对小青鸟的进攻 本来就支撑的十分艰难 如今小青鸟现出了真身 战力瞬间暴涨 乔星波立即就陷入了巨大的险境之中 乔星波的实力 虽然比起铁山宗宗主庞昂要强大得多 但是如今的小青鸟实力同样 比当初对付庞昂的时候要提升不少 以乔星波的实力 即使加上他的那头飞升颈 中期的本命灵手 依然抵挡不住小青鸟的攻击 乔星波的本命灵手 虽然是一头飞升颈中期的妖兽 但在战力上 其实并不比桂木的本命灵手 六亿火云狮和金睛灵爆强大多少 因为在血脉等级上 乔星波的本命灵手 比起桂木的那两头本命灵手 可是差远了 即使他的修为 比起那头六亿火云狮和金睛灵爆 高出两个境界 但在战力上 却并没有多大优势 而且由于血脉等级更低 他在小青鸟的血脉压制之下 表现得更惨 那头六亿火云狮和金睛灵爆 在吞天火的血脉压制下 至少还能够发挥一半的实力 但是乔星波的这头本命灵手 在小青鸟的血脉压制下 连三分之一的实力都发挥不出来 而且他对小青鸟的攻击 一直都畏畏缩缩 根本不敢真正的把攻击 往小青鸟的身上招呼 现在小青鸟现出了真身 在那恐怖无比的血脉威压之下 乔星波的这头本命灵手 差点被吓得连脚都软了 差点都忍不住 直接向小青鸟跪下臣服 这是青卵 当小青鸟现出真身的时候 桂木不由吃了一惊 他已经认出 这一只小青鸟 真身居然是一头青鸞 他居然能够遇到一头青鸞 这一刻还当真 令他意外无比 同时这使得他心中 又是一阵狂喜不已 如果能够把这头青鸞 和那头白色老虎收服 这对他的注意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甚至凭借这番收获 他能够直接向地榜第一的穆书怀 发起挑战 不过这一切的前提是 他能够击败对方 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显然是他这边处于巨大的劣势 整个战场 也就他对战那位少公主 能够取得一定优势 其他地方全都被对方压制 按照目前这种情况 他不要说击败对方 收服这两头异兽了 他们剩下来的御兽宗武者 能否全身而退都还两说 想到这里 桂木一咬牙 他不想再这么僵持下去了 免得夜长梦多 桂木一锤 逼腿入化 手掌一番 取出了一个周边布满 猙獰铁齿的轮子 这轮子散发着一股 庞大无比的波动 看样子 显然是一件九阶极品的法宝 这件法宝 非但是一件九阶极品法宝 而且还是一件零食法宝 只要贯出紧能量 就能够发挥强大无比的威力 这件重宝 可是他历经九死一生 在一处秘境之中 小幸得到的 一直都是他压箱底的杀手锏 一般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桂木是不愿动用这件杀手锏的 毕竟 这等重宝一旦泄露出来 容易惹人觊遇 虽然他的实力强悍 但也只是在年轻一辈之中 出类拔萃 面对一些真正的老怪物 他是不可能打得过的 所以 平时能够不用这件重宝 他是尽量不用 但是今天 看来不动用这件重宝 是不行了 对方的实力 远远超出他的意料之外 那小子身边的两头灵宠 也远比他所料中的 还要更加神异 为了得到这两头异兽 什么代价 他都值得付出 规模手一挥 手中的轮子飞了出去 轮子飞上了天空 在空中骤然变得巨大无比 犹如一块遮天蔽日的乌云一般 朝着小青鸟压了下去 小青鸟见到这一幕 顿时吓得魂飞魄散 这轮子所携带的威能 太过恐怖了 根本就不是他所能够抵挡得了的 要是他被这轮子给砸中 势必得伸手重创不可 但就在规模使出这件重宝的时候 陆化也几乎在同时守一抬 戴在他手腕上的一只手镯 骤然间飞出 在天空中变大 朝着那只巨大无比的轮子 撞了过去 就在那轮子即将砸到小青鸟的身上之前 那只巨大的手镯已经感到 狠狠地撞击在那只轮子的身上 呼呼 两件重宝相撞 顿时爆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像 恐怖无比的能量风暴 犹如海啸一般 一波波地朝着四面八方席卷而去 桂木见到这一幕 心中也不由吃了一惊 他没有料到 陆化的手中居然也拥有一件 如此高阶的重宝 而且 陆化手中的这件重宝 居然同样也是零食法宝 论其微能 陆化的这件重宝 丝毫不在他的那件轮子重宝之下 陆化在寄出前缘宝镯之后 便不再遮掩 他收起了手中的长剑法宝 操控着前缘宝镯 朝着桂木 砸了过去 桂木见状 也只好收起了两柄大锤 操控着他的那件轮子重宝 和陆化的前缘宝镯 对轰起来 这一下 双方寄出了这种等级的重宝对横 桂木对陆化的优势便全然消失不见了 他们现在的胜败 就完全看谁的重宝的威力更大了 或者看谁身上的灵石更多 在双方寄出此等级别的重宝后 这场战斗的烈度再次升级 在桂木等玉兽宗武者 在宇明延府邸的上空 和楚剑球等人爆发大战的时候 一个身形干瘦的老者 来到了玄武府的驻地 这名干瘦老者身上的气息很是强大 是一名修为高达非生境后期的强者 老祖 您终于来了 铁山宗宗主庞昂迎出了府邸 见到这名身形干瘦的老者 顿时热泪盈眶地叫道 这名身形干瘦的老者 正是铁山宗的老祖庞威 庞昂 你说的那小畜生在哪里 干瘦老者庞威看着庞昂 声音冰冷地说道 这一次铁山宗折损了如此众多的非生境强者 简直让铁山宗元气大伤 也不知道要等多少年 铁山宗才能够重新恢复元气 搞不好 因为这场变故都有可能会令他们铁山宗 直接一蹶不振 在说到庞昂的消息的时候 庞威心中的怒火就已经沸腾 这一次他过来与铭皇城 一定要让那害的铁山宗损失如此惨重的小畜生 死无葬身之地 老祖 那小畜生现在正在和御寿宗少主桂木率领的御寿宗高手战斗 您看 就在那边 庞昂指了指远处被与铭皇城大阵隔绝起来的地方 说道 你说什么 他正在和御寿宗少主桂木率领的御寿宗高手大战 庞威听到这话 脸上露出了震惊无比的神色 御寿宗少主桂木是什么人 那可是地榜第六的强者 即使是他这样的非生性后期强者 都不敢说一定是桂木的对手 是 是 那小畜生在与鸣皇城 可是拥有不少的仇家 其中之一就是御寿宗 庞昂连忙说道 庞昂此话刚说出口 脸上就挨了一记响亮无比的耳光 你他妈的脑子里面装的都是屎吗 能够和御寿宗少主桂木打战的人 你都敢去招惹 庞威指着庞昂的鼻子 气得脸色发青的怒骂道 这样的人物想想就知道有多可怕 庞昂不远远避开 还主动去招惹 这简直就是主动去找死 庞昂文言 顿时捂着脸颊 意识不敢出声 其实 当得知楚剑秋和御寿宗少主桂木 一直大战到现在的时候 庞昂一颗心便已经沉到了谷底 楚剑秋能够和桂木站到这个地步 即使铁山宗的老祖到来 估计也奈何不了楚剑秋 毕竟 若是论起实力的话 铁山宗老祖旁威 未必是桂木的对手 这还光是算桂木本身 而并没有算上他身边的那两图 拥有远古一种血脉的本命灵兽 所以 无论楚剑秋究竟是不是南州的土鞭 光是他这份强悍的惊人的实力 就不是他们铁山宗所能够招惹得起的 走 随我一起过去 庞威瞥了庞昂一眼 冷声说道 庞昂文言不由一愣 看着庞威问道 老祖 去哪里 还能去哪里 当然是去找那小畜生算账去 庞威盯着他面无表情的说道 可是 老祖 那小畜生 庞昂文言不由有些迟疑的说道 楚剑秋的实力和底蕴如此可怕 现在还要继续去招惹他们 现在 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既然已经得罪了如此可怕的人物 那就趁着他还没有彻底成长起来 把他给除掉 而今天 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如果玉兽宗少主桂木和那小子的战斗已经结束了 在了解到那小子如此可怕的情况下 他自然不敢再去找楚剑秋算账 甚至以后对那小子有多远躲多远 但今天 那小子恰好和玉兽宗少主爆发大战 那就是他们铁山宗千载难逢的机会 若是能够帮玉兽宗少主桂木宰掉那小子 他们非但能够报了铁山宗的大仇 而且还能够讨好玉兽宗 让玉兽宗祭他们铁山宗一个人情 这种一举两得的事情 何乐而不为 至于此举会不会得罪那小子身边的天凤宫少公主 庞威根本就没必要考虑 如果他今天做成了此事 铁山宗就相当于有了玉兽府和玉兽宗两大靠山 还怕什么天凤宫 听到庞威此话 庞昂立即就醒悟过来老祖的意思 顿时连连点头说道 老祖说的对 那我们现在事不宜迟 立即过去 说着 两人从玉兽府的驻地出发 朝着羽明岩的府邸方向飞去 羽明岩府邸周围的空间 虽然被羽明王朝调动护城大镇 隔绝了开来 但那恐怖无比的战斗动静 在羽明皇城上空 还是显得耀眼无比 尤其是桂木和陆化 分别祭出各自的 九阶极品重宝斗法的时候 那动静更是惊人 一阵阵惊天动地的巨像 几乎传遍了羽明皇城 当庞威和庞昂 飞到那隔绝战场的光柱边缘的时候 那光柱却并没有阻止两人 进入那片区域 这完全表明了羽明皇族的态度 他们只负责隔绝战场 防止战斗余威 波及其他地方 但是对于双方的恩怨 他们绝不插手 无论谁想继续加入战斗 他们都不会阻止 庞威和庞昂 进入那光柱隔绝的区域后 扫了一眼战斗的现场 立即锁定了 正在和袁其略 快原围两人战斗的楚剑丘 小畜生 你今天死定了 杀我铁山宗那么多的高手 今天老子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庞昂红着眼睛 盯着楚剑丘 咬牙切齿地说道 桂木见到这一幕 心中顿时大喜 天助我眼 想不到在这种要紧关头 会有如此强力的援手相助 庞威老前辈 庞昂宗主 今天两位要是帮我杀了那小子 过后本招主定当中献 桂木连忙出声说道 为了让两人出手相助 他连称呼都客气了许多 否则若是在平时 就庞昂这种货色 哪里值得他正眼相看 听到桂木这话 庞威心中不由大喜 在进入这处战场之后 他之所以并没有第一时间 向楚剑丘出手 等的就是桂木这句话 哼 桂木少主客气了 这小出城本来就是 我铁山宗的大敌 我等此来本来就是 为了除掉他 庞威向桂木拱手行了一例 很是谦虚地说道 虽然他本来就是 在等桂木这话 但是表面上的客套话 还是要说一下的 很好 今天算是本少主 欠你们铁山宗一个人情 桂木文言 很是满意地点了点头说道 你们两个狗贼 你们敢动我少爷试试 只要你们敢动我少爷一根好吗 我天凤宫 灭了你们铁山宗 如画听了两人的对话 顿时轻忠不由大吉 对着庞威和庞昂怒吓道 这一刻 他罕见地抬出了天凤宫来威胁两人 说着他操控前缘宝捉 朝着庞威和庞昂砸了过去 两位放心 今天之事 任何后果由我桂木一人承担 你们铁山宗的安全 我玉兽宗一力担保 绝不会让你们铁山宗遭到天凤宫的报复 桂木立即出生保证道 在说话的时候 他也操控那只巨大的轮子挡住了 陆化攻向庞威两人的前缘宝拙 不让陆化伤到两人 如此 那老夫在这里先谢过桂木少主了 庞威又向桂木拱手行了一礼说道 反正他们铁山宗已经把楚剑秋和这位少公主给得罪死了 也不在乎再多得罪一下 今天出手相处桂木反而能够多一个靠山 说着 庞威不再迟疑和庞昂两人一起朝着楚剑秋飞了过去 同时对楚剑秋出手 看着两名非生境强者的恐怖攻击袭来 楚剑秋不由一阵头皮发麻 面对两位非生境强者的攻击 其中一位还是非生境后期的强者 他根本就不可能抵挡得了 此时即使他祭出九龙神火照防品 估计都同样无济于事 九龙神火照防品威力虽然强大 但以他如今的势力 可无法发挥出九龙神火照防品的真正威力 威胁一下 庞昂这种非生境中气的武者还可以 但对付庞威这样的非生境后期强者 还是有点力不从心 面对如此巨大的威胁 想要活命 唯一的办法只能让轻衣小童那伙出手了 唉 想不到 居然最终会被逼到 寄出轻衣小童这个杀手锏 楚剑秋心中不由无奈到了极点 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 他着实不想暴露轻衣小童的存在 因为一旦暴露 这种上古神剑将会招致巨大无比的觊觎 恐怕到时候即使是天眼镜的老怪物 都有可能会对他虎视眈眈 这将会使得他的处境危险无数倍 正当楚剑秋就要寄出龙渊剑的时候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忽然一只遮天大手骤然间从南边的天空中伸了过来 这只遮天大手直接一掌拍在羽明皇城护城大镇所形成的隔绝光照上 轰隆 羽明皇城护城大镇所形成的隔绝光照在这只遮天大手一拍之下瞬间破碎 羽明皇宫中数名正在主持羽明皇城护城大镇的羽明皇族飞升镜长老 顿时受到强烈的反噬 瞬间一口鲜血狂喷而出 显然是在这反噬着受到了巨大无比的重创 那只遮天巨手在拍碎了羽明皇城护城大镇所形成的隔绝光照之后 一把朝着庞威和庞昂抓了过去 庞威和庞昂见到这一幕 脸上不由露出了惊骇欲绝的神色 两人顿时顾不得去攻击楚剑丘了 连忙奋起反抗 想要抵挡这只遮天大手的攻击 但可惜的是 这只遮天大手的威力尾是太过可怕了 庞威和庞昂竭尽全力的攻击 落在这只遮天大手上面 犹如给这只遮天大手挠痒痒一般 根本就撼动不了这只遮天大手半分 庞威和庞昂见状不由吓得魂飞魄散 转身朝着身后拼命逃离 但却很快被那只遮天大手追上 一把将他们两人给捏在了手里 前辈饶命 庞威被那只遮天大手捏在手里 浑身动弹不得 顿时被吓得肝胆剧烈 惊骇得大声求饶的 这对他出手之人 肯定是一名半步天眼镜的决顶强者 否则 即使是非生境巅峰的强者 都无法做到让他连半点反抗之力都没有的地步 少命 现在知道求饶了 你对我们天凤宫少公主出手的时候 怎么就没想着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一道冷哼之声 从天边传了过来 前辈 小人没有对少公主出手 即使给小人一百个胆子 也不敢对少公主出手啊 小人只是对那小子出手而已 并没有去伤少公主的半根寒冒 行为连忙解释道 为了活命 他都不惜自称自己为小人了 哼 他是我们天凤宫的孤爷 你对他出手 就是对我们天凤宫出手 同样罪无可恕 那道声音又是一声冷哼道 说着 那道声音没有再和庞威废话 捏住了庞威和庞昂的遮天大手 一用力 庞威和庞昂 只觉一股恐怖无比的力量 朝着身上涌了过来 庞威绝望无比的大叫道 他没有想到 刚刚来到与明皇城 居然就遭受了此等灭顶之灾 早知道如此 他就不应该来与明皇城了 这一刻 庞威的心中 生起了强烈无比的悔意 只可惜的是 世间并没有后悔药 轰然一声 在那只大手一用力之下 庞威和庞昂被硬生生捏爆 化作了一团鸡粉 飘散在空中 那只遮天大手 在捏爆了庞威和庞昂之后 又一转 朝着乔星波和他身边 那头本命灵兽抓去 乔星波和那头本命灵兽 在这只遮天大手的捕捉下 根本就毫无半点反抗之力 被一把捏在了手中 少主救命 乔星波被那只遮天大手捏在手中 顿时惊骇欲绝地朝桂木求救到 只是他刚刚喊出声 就又被那只遮天大手一用力 给声声捏爆 和庞威和庞昂一样 化作了一团鸡粉 飘散在天空中 桂木见到这一幕 心中不由凉了半截 这只遮天大手的实力实在太可怕了 即使他拥有九阶极品的灵石法宝 在这只遮天大手面前 也依然没有半点反抗之力 前辈 你作为天凤公长辈 可不能以大欺小对我出手 眼看着那只遮天大手 在捏爆了庞威庞昂和乔星波之后 又转过来 要对自己出手的迹象 桂木不由被吓得魂飞魄散的大叫道 小兔崽子 欺负我家少公主的时候 怎么就没想到有这后果呢 那道声音又是一声冷哼道 前辈 晚辈即使和少公主切磋 但也是我们同辈之间的战斗 前辈作为天凤公的长辈 不能对晚辈出手 否则这可就坏了盗蒙的规矩 桂木大叫道 听到桂木这话 天边那道声音又是冷哼了一声 不过这只遮天大手 最终还是没有对他下手 接下来 一道紫色身影 以难以想象的速度 骤然来到了桂木面前 当这道紫色身影停下来的时候 众人才看清楚 这道紫色身影 是一名年轻貌美的紫衣女子 小兔崽子 你以为抬出盗蒙的规矩 就能够吓得住我吗 那紫衣女子瞥了一眼桂木 冷哼一声说道 桂木在这紫衣女子那强大无比的压迫下 指下的一阵心情胆战 不敢出声 他感觉 这紫衣女子的未压之恐怖 比起他们玉兽宗的宗主 貌似都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这紫衣女子出现的时候 场间所有的战斗都已经停了下来 那些还活着的玉兽宗舞者 全都是畏畏缩缩的躲在一边 不敢正眼看着紫衣女子 生怕一个惹得这紫衣女子不快 被这紫衣女子一怒之下给捏爆 你是 鱼章了 入化上下打亮了这紫衣女子一眼 好半赏之后 才有些迟疑的问道 怎么 小丫头认不出我了 紫衣女子文言朝入化眨了眨眼睛 有些得意的说道 你真是鱼章狼 你怎么变得这么年轻了 入化看着紫衣女子 满脸难以置信的说道 眼前这紫衣女子实在是太年轻了 外表也就是二十出头的样子 比起以前来说 简直年轻了一辈不止 小丫头 就是会说话 紫衣女子文言顿时笑容满面地伸手揉了揉入化的脑袋说道 小丫头 我现在变得这么年轻了 你要不要认我当姐姐 于长老说笑了 入化文言不由满脸尴尬地说道 于长老是师父的师叔 他要是认于长老当姐姐那岂不是要比师父都还要大一辈 到时候估计师父即使再疼自己 也带生气地把自己揍一顿吧 于长老还真是喜欢胡闹 这位紫衣女子正是天凤宫的长老 于靖和 自从在清安城从醉酒中醒过来后 他便一路马不停蹄地朝着雨明皇城赶了过来 生怕耽误了楚剑秋的大事 别看他现在表面上装出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其实暗地里是捏了一把冷汗 还好还好 自己虽然在清安城中醉酒睡了一个月时间 终究还是及时赶到了雨明皇城 否则的话 今天要是坏了楚剑秋的大事 估计以后自己在玄剑宗就不用混了 在刚刚赶到雨明皇城的时候 他就恰好见到庞威和庞昂两人正在对楚剑秋出手 见到那一幕 于靖和心中内叫一个又惊又怒 区区两个铁山宗的杂碎 居然敢对他们天凤宫的姑也出手 这简直是反了天了 如今天凤宫上下 上到他们这些半部天眼镜的长老 下到普通弟子 以后的五道前途全都仰仗着楚剑秋了 庞威和庞昂的做法 简直是在断他们天凤宫的前途啊 于靖和一怒之下 下手毫不留情 直接就把庞威和庞昂两人给当场捏爆了 正在于靖和和陆化说话间 一道人影 从雨明皇城北方的天空中 急速掠智 他盯着于靖和 有些气急败坏地说道 于道人 你这做的是不是有点太阔了 焦高远 你什么意思 我怎么就做得太过分了 于靖和文言 盯着来人一脸不爽地问道 这名叫焦高远的人 是一名身穿青袍的老者 从修为气息上来看 显然是一名非生境巅峰的强者 你还说做得不过分 刚才庞威和庞昂你怎么就把他们给杀了 他们好歹也是非生境中期和非生境后期的强者 名叫焦高远的青袍老者有些气急败坏地说道 焦高远 你脑子抽筋了 没看到他们刚才对我天凤宫的姑爷出手 于靖和皱了皱眉 很是不客气地说道 但你也不能把他们就这样杀了 刚才你不是已经控制住了他们吗 焦高远很是气恼地说道 我们天凤宫的姑爷 被这群砸碎围攻的时候 怎么就不见你出面 到现在却是过来叽叽歪歪 焦高远 你是不是对我们天凤宫有意见 于靖和文言冷着脸说道 焦高远听到这话顿时不由一时语色 他被憋住了好半声 最后有些无奈地说道 于道友 对于你们天凤宫的姑爷受到围攻的事情 我没有及时出面 这的确是我的失智 这个我认 但你也不是不知道 最近血魔宗在雨明王朝北边闹腾的欢 连飞生镜巅峰的强者居然都冒出来了 我这两年 不是在忙着对付血魔宗那些妖人吗 道蒙现在的形势你又不是不清楚 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人数 在处理完北边的事情之后 我这不是第一时间赶回来了 那是你的事情 那两个狗东西 作为堂堂的飞生镜强者 居然敢对我们天凤宫的姑爷出手 就该死 你就别来这里废话了 再在老娘面前这么啰哩啰嗦 老娘 连你一起打 于静和瞥了他一眼 有些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说道 娇高远听到这话顿时不由觉地一阵头疼 这娘们儿的性子原本就有些愣 现在修为大长之后就更是有点无法无天了 这件事情还真是让他有些焦头烂额 他也就只是离开了羽名皇城不到三年的时间 这羽名皇城怎么就乱成这样了 听说 在最近这短短两年不到的时间里 羽名皇城中光是非生镜的舞者就死了不下十人 在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他在北边处理完手头上的事情之后 就忙不迭地往回赶 却没想到 在他刚刚回到羽名皇城 就遇到了三名非生镜强者的陨落 而且现在这件事情 还把天凤公和御寿宗都牵扯了进来 娇高远忍不住看了一眼一旁的楚剑丘 这天凤公什么时候冒出来一个孤野了 只是 当他目光落在楚剑丘的身上的时候 忍不住一阵 紧接着脸上就露出了震撼无比的神色 你是 楚相天 他盯着楚剑丘一阵惊呼道 乔高远 你今天的脑子 看来真是净水了 于静和听到这话 忍不住偏了他一眼 没好气地说道 他要是楚相天 一巴掌 能够把你打出屎来 还至于被这群小兔崽子欺负成这样 乔高远听到这话 不由有些尴尬地挠了挠头 也对 要是这小子是楚相天的话 怎么可能会被这群毛都没干的小兔崽子围攻成这样 即使是他这样的非生境巅峰的强者在楚相天的面前 估计都挨不了一巴掌 于道友 以后你行事可不能再这么冲动了 现在盗盟正是用人之间 非生境强者死一名可就少一名 即使他们有错 你也不能这么肆意大开啥戒 焦高远看着于静和又是一番说道 行了焦老二 那种垃圾杀了也就杀了 啰嗦什么 这种垃圾 也就是吸软派硬的时候凶恶 难道抵抗魔族的入侵 还真要依靠这种人渣不成 到了战场上 他们不倒头投降 变成了人族的内奸 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还想着他们去帮忙抵抗魔族 想什么呢 血魔宗也是人族舞者 你咋不让血魔宗的人 去帮忙抵抗魔族呢 于静和冷笑一声道 依我看 这些垃圾渣仔 就应该彻底清扫一遍 还人族内部一个风轻气正 指不定扫清了这些毒瘤之后 我们人族的团结 反而能够更上一层楼呢 听到于静和这话 焦高远不由一阵沉默 因为于静和此话的确不无道理 面对魔族的入侵 人族内部的投降派可不在少数 就算现在都有很多声音 想让人族直接割让西边的疆域给魔族 以此来平息魔族的入侵 这些声音对于动摇军西 的确有着非常致命的负面效果 其实以林醉山为首的那一派 盗蒙强者就曾不止一次 想要把这些投降派给彻底清扫一遍 但奈何 如今人族的力量本来就处于弱势 若是把这些人给清扫掉 人族的高端战略估计会出现不小的折损 指不定到时候 抵抗魔族会变得更加艰难 也正是因为有着重重的顾虑 所以以林醉山为首的这一派盗蒙高层 对那些投降派也只能暂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暂时忍了 焦高远沉默了一会儿 最后微微叹了口气 没有再对于静和说什么 桂木 你们这些人还愣在这里干什么 还不赶紧滚 真是不像话 焦高远扫了一眼桂木等玉兽宗舞者 冷哼了一声说道 这些狗东西就会内斗 有这么多的力气 怎么不去对付旋魔族 不去前线对抗魔族 真要是能够杀几个魔族的高手 他才真正认为他们英雄了得 是是 我们现在就走 桂木文言连忙说道 现在他们都已经被于静和给吓破了 但早就想溜了 只是没有得到于静和的允许 他们哪里感动 万一再次激怒于静和 他们一个个全都带没命 在向焦高远道了声谢之后 桂木便带着快元为元祺略等 还活着的玉兽宗舞者 灰溜溜的走了 来时气势汹汹 趾高强 不可一世 去时却像丧家之犬一般 惶惶而逃 当真是可笑到了极点 于静和看了桂木等玉兽宗舞者一眼 倒是也没有阻止他们的离开 即使是没有较高远的到来 他也不会对桂木等玉兽宗舞者下手 乔经波这种玉兽宗的非生境长老 杀了也就杀了 毕竟这老东西以大欺小杀了他 谁也不敢说什么 要是他对桂木等人出手的话 却也同样算是触犯了以大欺小的规矩 而且于静和作为天凤公堂堂 半步天眼镜的长老 也是要脸的 他毕竟不是玄武府的那些不要脸的老东西 可以不顾身份对小辈出手 在盗蒙之中 各大宗门的小辈争斗即使出现伤亡 一般宗门的长辈是很少会插手掺和的 即使要报仇 要找回面子 也只会让门中的小辈出手 很少会出现以大欺小的事情 因为一旦以大欺小的事情出现 还被人发现了 这性质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不但宗门本身会脸面尽失 而且还会面临对方宗门的强烈报复 一旦事情闹大 闹到盗蒙那边 以大欺小的宗门往往会吃大亏 遭到盗蒙的警告和惩罚 并且要给对方宗门做出赔偿 玄武府接连两次以大欺小队处建丘出手 先后因此损失了青安城和大平城两块大地盘 这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要是今天只是桂木带着一群玉兽宗弟子 对楚建丘进行围攻的话 而没有旁威 旁昂以及乔星波插手 即使楚建丘处境艰难 于景和都不大好出手 因为这是属于小辈之间的争斗 他这个长辈一出手就有以大欺小的嫌疑 而且即使最终于景和忍不住出手 也只会出手把楚建丘等人救走 而不会出手攻击桂木等人 因为他光是出手就已经算是犯了忌讳了 就更不用说出手攻击对方的小辈了 那样一来性质将会更加严重 但对方有庞威 庞昂和乔星波这些人 先对楚建丘出手 对方以大欺小在先 于景和再出手 那就完全是名正言顺 理直气壮了 谁也不敢对此事说什么 即使交高远 也只是对于景和击杀旁威和旁昂乔 波三人有几分威辞而并非是在责怪他出手 于道友 你既然来到了宇明皇城州 还希望你能够遵守道蒙和宇明皇城的规矩 在桂木等玉兽宗武者离开后 交高远看着于景和说道 放心 别人不来惹我 老娘也没有那么多闲功夫去理那些破事 但要是还有哪些狗东西不长眼睛 不要脸面 出手以大欺小的话 可就别怪老娘下手无情了 于景和摆了摆手说道 交高远听到这娘们一口一个老娘 脸色不由有几分发黑 这娘们还真是不给他半点面子 只不过交高远即使心中再不爽 也不敢对于于景和怎么样 因为以于景和如今的实力 他真心打不过对方 要是惹毛了对方 被这娘们出手揍一顿 他可就要丢脸丢大了 交高远心中真是很不明白 在几十年前 他还曾经见过于景和一面 那时的于景和不过才非生境后期的修为 这只不过是短短几十年时间不见 这娘们居然接连突破了两个境界 达到了惊人的半部天眼镜 而且乔摘娘们刚才出手的实力来看 他还不是一般的半部天眼镜强者 而是无限接近于真正天眼镜的绝顶强者 一般的半部天眼镜强者 在这娘们的面前恐怕还真不是他的对手 没什么事情的话焦某就先告辞了 交高远不想在这里再待下去 朝于景和拱了拱手 说道 这娘们说话着实太个影人了 要是继续和他谈下去 交高远怕自己带被对方气得半死 嗯 走吧 于景和随意地挥了挥手 说道 交高远在离开之前 又转头深深地看了楚剑秋一眼 这小子和楚香天长得这么像 会不会和楚香天有什么关系 看什么看 没见过帅哥 可别怪老娘没事先提醒你 敢打我们天凤公姑爷的主意 可别怪老娘对你不客气 于景和健壮瞪了交高远一眼 说道 交高远听到这话额头上不由黑线之帽 他立即转身一声不吭地离开了 老子惹不起你还躲不起吗 听到于景和这么彪悍的话 楚剑秋都不有感觉一脸尴尬 他以前怎么就没发现这娘们居然这么彪的 楚剑秋 咋样 我做的还算不错吧 等交高远离开后 于景和拍了拍楚剑秋的肩膀 一脸腰公道 有劳于前辈了 楚剑秋扯了扯嘴角 脸上挤出一丝笑容 说道 对于如此热情的于景和 他还真是有几分不大习惯 见到眼前这一幕 川蓝飞扬和于明言 差点瞪得连狗眼都掉出来了 他们忍不住连连的倒出口冷气 公子究竟是什么来头 天凤公少公主叫他少爷也还罢了 居然连天凤公半部天眼镜的长老 都要如此讨好他 不错 他们从于景和对楚剑秋的态度中 明显看出了讨好的意味 堂堂半部天眼镜的强者 即使在整个天舞大陆中 都算得上是一方巨拨了 此等强者根本就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形式 但就是这样强大无比的决定 强者在楚剑秋的面前 居然把姿态放得如此低 要去讨好楚剑秋 这种事情着实让他们震惊到了极点 楚剑秋 下次还有那种酒酿 记得再给我尝尝 只要你再给我一壶露 环谷灵溪酒 以后我于景和任你拆解 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于景和拍着胸脯 信誓旦旦地说道 好说好说 楚剑秋文言含含乎乎地 答应了一声 于景和这话让他怎么解 再怎么说 于景和都是天凤宫的长老 是入化的师叔祖 他即使真有把于景和当作打手的打算 也不好明面上表示出来 否则 这让天凤宫主的脸面 让入化的脸面往哪里各 入化听到于景和如此直白的话 顿时也不由有些羞愧地抬不起头来 为了区区一壶路酒而已 于师叔祖 你至于这样吗 语名皇城 御寿宗驻地 桂木满脸阴沉地坐在一座大殿中央的座椅上 在他下手的两侧 也坐着那些还侥幸存活的御寿宗舞者 大殿中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 今天的这一战 他们御寿宗非但损失惨重 而且脸面丢尽 他们这些御寿宗的天之骄子 还从来不曾遭受过如此巨大的挫折和屈辱 老快 那小子究竟是什么来头 桂木盯着坐在一旁的款元围 脸色阴沉地问道 他原本以为 那小子只不过是一个侥幸得到一些大机缘的土鳖而已 并不值得多么在意 因为在他所认识的大人物之中 根本就没有这么一号人物 但从今天的情况来看 那小子显然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么简单 要说他能够让天凤宫少公主叫他少爷 还有可能有忽悠的可能性 毕竟 听说天凤宫少公主平时足不出户 一直在闭关修炼 就是一个不按事事的天真少女 被人花言巧语给骗了 还有可能 但是于景和 作为堂堂天凤宫半部天眼镜的决顶强者 居然也如此讨好那小子 要是现在 桂木都还认为那小子没有什么大来头 他就真的是蠢货一个了 即使他作为御寿宗少主 而且还是地榜第六的爵士天骄 也根本做不到让一名堂堂的半部天眼镜强者 如此讨好 只是 桂木仔细回想了一番 道蒙 三大远古世家和五大宗门 所有身份宗贵的人物 却硬是找不到有楚剑秋这么一号人物 少主 我也不清楚 我要是知道他的来头 我也就不会去招惹他了 凯元维我念 无奈地苦笑道 今天的这一幕 他是无论如何都没有料到的 凯元维此时心中不由 叹息不已 其实 自从第一次夜袭雨明言的釜底 被楚剑秋击退之后 他就不愿意继续去招惹楚剑秋 因为那小子实在太过神秘莫测了 只是 双红翼和元祁略由于在楚剑秋的手底下吃了大亏 不想对此事就此轻易罢休 才继续去谋划楚剑秋 但现在 胖子终究还是在那青山少年的手上赔上了性命 对于胖子的死 凯元维心中很是神伤 胖子差不多是他在御寿宗最好的朋友了 两人在御寿宗相伴至少都已经有数百年的岁月 但胖子死在那青山少年的手中 他几乎没有任何报仇的希望 那青山少年的底蕴 实在太可怕了 我倒是感觉 他有点像一个人 此时一名御寿宗武者忽然开口说道 高兵安 他像谁 桂木文言不由一证 连忙看着他问道 楚香天 那名叫做高兵安的御寿宗武者 一字一顿地说道 什么 楚香天 听到高兵安这句话 所有人都不由震惊无比 脸色一下子大变 楚香天的名字当年在整个道盟 那可是如雷灌耳般的存在 虽然后来不知道出了什么变故 楚香天销声匿迹了近百年 但他的声威却依然具有 巨大无比的震撼力 老哥 你可别乱说 这种事情可开不得玩笑 袁其略看着高兵安 沉声说道 我只是说那小子像楚香天而已 有没有说他是楚香天的什么人 这有什么开玩笑不开玩笑的 高兵安瞥了他一眼 淡淡说道 你怎么知道那小子像楚香天 你难道见过楚香天 知道楚香天长什么样 袁其略盯着他继续问道 楚香天那刻是一代晴天巨博般的存在 可不是他们这些所谓的五道天骄 能够随便见得到的 在两百年前 我有幸随师父去过道盟总部一趟 在道盟总部曾经有幸见过楚香天一面 自然知道楚香天长什么样子 高兵安说道 如果这小子真的是和楚香天有什么关系的话 这倒是勉强可以解释得通了 桂木闻言 眼中露出了几分若有所思的神色 说道 听说天凤公和当今的天凤公公主 曾经受过楚香天的大恩 如今楚香天消失无踪 天凤公感念当初楚香天的恩情 如此善待楚香天的后人也并不出气 哎 如此说来 我觉得是有这种可能啊 快原为文言 也是点了点头说道 而且我听说 那小子好像还真是姓楚 叫做什么楚剑秋 那这件事情 就八九不离十了 哼 还以为这小子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人物呢 原来只是楚香天的儿子 桂木冷笑一声说道 在得知楚剑秋的真实身份之后 他心中反而松了口气 楚香天的确是一个了不得的大人物 但楚香天再强 也不会强过他们玉兽宗宗主 真要论起来 楚香天儿子的身份 可远比他这个玉兽宗少主的身份差远了 毕竟楚香天再强也只是一个人 势单力薄 而他们玉兽宗却是一个庞大无比的宗门 强者如云 更不用说 楚香天早已经销声匿迹了近百年 就更加不足为据了 唯一有点麻烦的是 天凤宗对那小子居然如此重视 不惜派出一名 堂堂半部天眼镜的强者 过来保护那小子 如果是原来的天凤宗 他们玉兽宗根本就不屑一顾 天凤宗自从遭遇了数百年前的一场巨大的变故之后 元气大伤 连在五大宗门之中垫底的玉兽宗都远远比不上 就更不用说和他们玉兽宗相比了 只是 听说天凤宗在十数年前 在丰元王朝的境内 发现了一座远古遗址秘境 得到了一桩巨大无比的机缘 使得天凤宗的实力在最近十几年迅速飙升 现在的天凤宗失力早已经今非昔比 本来桂木对于这个消息还有几分不屑 即使天凤宗得到再大的机缘 短短十几年又能够发展到什么地步 但是当他见到于静和的时候 他对这个消息不由就有几分相信了 于静和听说十几年前都还是非生境后期的修为 现在只不过是短短十几年的时间过去 他居然就已经突破到了半部天眼镜 而且他从于静和身上所感受到的威压 居然好像隐隐比玉兽宗的宗主都还要强大几分 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居然连破两个境界 从非生境后期突破到半部天眼镜 这种破境速度简直是令人难以想象 于静和都能够做得到如此迅速的破境速度 那天凤宗的其他人估计也差不到哪里去 看来天凤宗实力大涨的事情还真有可能并非谣传 不过桂木还是不大相信 天凤宗的实力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赶得上御兽宗 要知道御兽宗可是在五大宗门之中排行第二的存在 实力仅次于五大宗门之首的万宝宗 今天这一笔账他迟早要向那小子讨回来 现在那小子有于静和护着他奈何不了他 但于静和总不可能一辈子都跟在那小子的身边 自己迟早都能够找到报复的机会 要是那小子胆敢参加这次的中州舞蹈大会的话 那今天的这笔账他很快就能够讨回来 在于静和来到宇明皇城之后 楚剑秋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小心翼翼了 他如今可以光明正大的带着陆化 在于明皇城每一个角落四处逛着 就连对林卧宇他也不再约束 随便他自己爱去哪里就去哪里 不过楚剑秋确实给了他一块通讯令牌 让他如果遇到什么情况随时和他联系 如今有了于静和在于明皇城坐镇着 他可不相信还有哪些不开眼的人胆敢对他下手 铁山宗宗主庞昂和铁山宗老祖庞威的下场 那可是阴见不远 对于楚剑秋给予的通讯令牌 林卧宇也没有拒绝 这银贼虽然对他心怀叵测 图谋不轨 但是这银贼的身份来头极大 倒是也可以借他当作自己的挡箭牌 给自己抵挡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经过这么长的时间 而且目睹了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发生之后 林卧宇也已经明白 这于明皇城藏龙卧虎 远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以自己的实力 这于明皇城远远无法做到自保的地方 而且于明皇城秩序的混乱 也远远抽出了他的意料之外 以他身怀的数百亿八品灵石 若是没有人召他 在于明皇城中他还真是混不下去 至于这样做 有可能会欠着银贼的人情 大不了自己以后修为大成之后 找他算账的时候留他一命 也就是了 也就当是还了他今天的人情 玄武府 一座灰红的山峰中 轰然一声 一股强大无比的气势 从山峰中爆发出来 巨大无比的动静 震动了整个玄武府 哈哈 本府主终于突破了 紧接着 一道得意无比的大叫声 从那座山峰中传了出来 见到这一幕 大量的玄武府飞升镜长老 纷纷朝着那座山峰飞了过去 恭喜辅主 可惜辅主 今天真是个大喜的日子 辅主突破 我们玄武府又增添了一名半步天眼镜的战力 一众玄武府的高层 进入山峰的一座大殿中 纷纷向玄武府辅主 立宾道贺道 接受着一众玄武府高层长老的道贺 立宾只觉得一阵春风得意 畅快无比 他在飞升镜巅峰的平静上 已经卡了整整数万年之久了 借助从住民手中得来的丹药 以及动用了玄武府的一颗密藏丹药 他总算打破了困扰他漫长岁月的境界平静 辛辛苦苦冲击的境界平静一招突破 他心中如何不欣喜若狂 而且他现在也突破到了半步天眼镜 总算不用再怕罗燕宇那小贱人了 自从罗燕宇那小贱人突破到半步天眼镜之后 就犹如一座大山一般压在他的头顶上 每次面对罗燕宇 他打又打不过 心中憋屈到了极点 如今总算轮到他扬眉吐气的时候了 如此大气之事 当大百宴气庆贺一番 二长老正虎提议道 嗯 二长老赐花在里 这种大气之事的确应该大百宴气庆祝一番 可以广摇盗盟的各方同道 一起欢庆此等喜事 太上长老京池长也是点了点头 赞同的说道 如此大肆张扬是不是有点不太好 李宾文言心中虽然很是得意 但表面上还是故作谦虚的说道 哎 这怎么算是张扬呢 辅助突破半步天眼镜 这种大气事 即使连盗盟也得给几分面子 毕竟我们玄武府 可以说是为盗盟 新增添了一位半步天眼镜的强大战力 此事就这么定了 京池长一锤定音的说道 既然诸位一片热情 那李某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李宾文言装出一副 勉为其难的样子 说道 众人商议了一番 敲顶下来 要邀请哪些大人物过来赴宴 正当众人要传讯通知那些大人物的时候 此时骤然间 在南州的方向 一股可怕无比的动静传来 感受到那惊人无比的动静 众人纷纷朝着南州的方向看去 只见 在南州方向的天空中 一道可怕无比的见光冲天而起 巨大无比的曝光直冲天气 把南州无尽高空的钢锋带 都洞穿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大洞 那一幕惊人到极点的异象 连距离南州十数万亿里的玄武府 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 这是怎么回事 见到这一幕 二长老郑虎不由倒出了口冷气 脸上露出了惊骇无比的神色 看样子啊 这貌似是什么惊人的宝物显示了 大长老朱灿 看着南州方向高空中 那道惊人无比的曝光 脸色凝重地说道 这是 新的仙天法宝诞生 才能够具有的迹象 太上长老京池仁 深吸了口气说道 南州方向有新的仙天法宝诞生了 妈的 天凤宫最近的狗屎运真是他妈的好 李斌见到这一幕 脸色不由难看 无比的骂了一声 南州如今满完全全是天凤宫的地盘 连天凤宫公公主和一大堆的天凤宫长老 都盘踞在南州 如今这件仙天法宝一出世 第一时间肯定是落到天凤宫的手中了 他们根本没有任何抢夺的希望 原本因为突破了半部天眼镜 而满心欢喜的李斌 在见到南州天空中 那道惊人无比的见光的时候 瞬间犹如被浇了一盆冷水 什么好心情都没有了 而其他的玄武府的非生境长老们 心情和李斌也差不多 天凤宫如今是他们玄武府的死对头 天凤宫的实力越强 对他们玄武府的处境就越不利 见到南州居然有先天法宝出世 这些玄武府的非生境长老 一个个的心情都是糟糕到了极点 连刚才刚刚达到的 打算邀请各方大佬 过来参加玄武府的庆祝宴席的事情 也没有人提了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也根本没有什么心思 来摆什么庆祝宴席 天凤宫有了一件先天法宝 那简直是如虎添翼 以后 全务府基本上没有任何可能 再和天凤宫争锋的机会 因为先天法宝的威能实在太强了 任何的九节法宝 即使是再强的半部先天法宝 和真正的先天法宝之间相比 也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 先天法宝之前的法宝 虽然有一至九阶的区别 但都是属于后天法宝的范畴 后天法宝和先天法宝之间 是真真正正有着本质的区别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宝物 一名手持先天法宝的非生镜武者 在天眼镜之下绝对是无敌的存在 根本没有任何的天眼镜之下的武者 可以和手持先天法宝的武者争锋 先天法宝的可怕威力 可以抹平天眼镜之下的武者的一切战力差距 南州高空中 那惊人无比的天地异象 不单只惊动了全武府的武者 几乎整个中州的武者 都看到了南州高空中 那惊人无比的异象 因为南州高空中 那惊人无比的异象 动静实在太大了 可怕无比的剑光 直接洞穿了天武大陆上空的钢峰带 直接射入了宇宙星空之中 因为这道剑光射入宇宙星空的距离太远 所以能够看到这道惊人剑光的距离 也就非常非常的远 雨鸣皇城 于静和正在饭桌上疯狂扒饭的时候 骤然间 他转头朝着南边的天空中望去 在见到南边的天空中 那一幕惊人的异象之后 他连饭都顾不得吃了 把手中的碗放了下来 身形一闪就戳了大堂 飞到了雨鸣皇城的天空中 朝着南边的天空方向望去 看着南边高空中 那一道惊人无比的见光的时候 于静和不由满脸震惊 他使劲地咽了咽 塞满嘴巴的米饭 伸手拍了拍胸脯 吻了吻自己的心神 我靠 公主这下又穿大发了 于静和不由一声惊叹道 南州出现此等异宝 不用想 肯定都是落入公主的手中了 于静和看着南方高空中的那道见光 眼中露出了兴奋无比的神色 天凤宫真是时来运转了 居然连仙天法宝都出现在天凤宫掌控的疆域内 有了一件仙天法宝 天凤宫才算是有了真真正正的镇宗之宝 等到公主再突破天眼镜 天凤宫就真的能够和五大宗门之首的万宝宗 也掰一掰授腕了 和于静和一样 被南方天空中的剑光行动 飞到高空中的舞者数量并不少 其中也有坐镇与名皇城的道蒙长老 焦高元 焦高元看了眼南方天空的那道剑光 眼中不由露出羡慕无比的神色 最近的天凤宫还真是运气好的爆棚 居然连此等级别的宝物 都出现在天凤宫控制的疆域内 于道友 恭喜了 焦高元飞到于静和的身边 向于静和拱手道贺道 同喜同喜 于静和文言也是眉开眼眺地说道 中州 距离羽明王朝北边数百万亿里处 一名浑身珠光宝气 满脸和善的中年汉子 伸手一巴掌 把一名浑身散发着血煞气息的血袍舞者 给拍成了一团肉末 那名血袍舞者 身上的气息极其强大 显然是一名半步天眼镜的强者 但是在这名珠光宝气的和善中年汉子面前 居然毫无反抗之力 就被一巴掌给拍成了肉末 浑身珠光宝气的中年汉子 在一巴掌拍死那名血魔宗舞者之后 取出了一块手帕 擦了擦手掌 叹了口气说道 我说你们这些血魔宗的妖人 怎么就这么讲不通 跑到我万宝宗的地界来闹事呢 我陆文斌只是闭关修炼而已 又不是死了 陆某本来只是一个安安分分和和气气的生意人 你们却非要逼我大开杀戒 哎 真是的 这叫陆文斌的中年汉子正在喃喃自语的时候 忠然间 他转头朝着南方的天空中望了过去 当见到那一道冲天而起贯穿天舞大陆上空的钢峰带 直射入宇宙星空深处的那道可怕的剑光的时候 珠光宝气的中年汉子脸色不由一呆 紧接着 他不由扼腕叹息道 咸天法宝 咸天法宝啊 怎么就没有出现在我万宝宗的地界呢 看着剑光的位置貌似在南州附近 那是天凤宫的地袍 哎 要不要过去抢一把 哎 算了 毕竟陆某只是和气生财的生意人 这种抢人宝物的勾当还是别做了 免得坏了我万宝宗的名头 中州东边 天阴宗 一名气质优雅身穿阑珊的美妇人 看着中州南边的天空中 那一道冲天而起的剑光 忍不住叹息道 天凤宫的造化大了 倒是想不到罗燕玉那小丫头 居然也会时来运转 有了一件先天法宝 天凤宫 估计都能够一跃成为 仅次于万宝宗的存在 我天阴宗 以后估计都得逊色几分 中州西边的天空中 一道剑光正以难以想象的速度 朝着羽明皇城的方向赶去 驻然间 这道剑光悬停了下来 化作了一名中年男子 中年男子转头 朝着南方的天空中望去 见到那一道贯穿天武大陆 刚风带直射入宇宙星空的 惊人剑光 不由惊疑地说了一声道 南州附近居然有仙天法宝诞生了 这可还真是稀奇 那里距离天凤宫比较近 那件仙天法宝应该会落入小玉的手中吧 这倒是一件好事 中年男子看着那道惊人的剑光 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 他并没有过多去在意此事 紧接着又化作了一道剑光 朝着羽明皇城方向飞去 现在距离羽明皇城 可还有不少的路途 他在抓紧时间赶路 争取在中主武道大会召开之前 赶到羽明皇城 南州 高空中 一并散发着强大波动的火红色长剑 剑尖朝上的倒旋着 在剑身上 散发着一股恐怖无比的剑光 剑光直冲天际 直接洞穿了上空的钢峰带 把钢峰带贯穿了一个恐怖无比的巨大窟窿 贯穿钢峰带的剑光 直接射入了无尽的宇宙星空中 在星空深处引起了无数的空间崩溃 这惊人无比的天地异想 把整个玄剑宗所统家疆域内的舞者 都震惊的一阵进入寒蝉 在这股无比可怕的围压下 所有人连动都不敢动一下 还好这柄可怕无比的长剑 所散发的恐怖威能 基本上都是朝着宇宙星空射过去 要是渐渐朝下射向南州大地的话 恐怕整个南州都被这柄可怕无比的长剑给毁灭了 在这柄火红色长剑的旁边 还有一名滋容绝美浑身倒气阴淤的女子 这女子正是天凤公公主罗燕玉 天凤公公主看着身前的这柄散发着 无比可怕威能的火红色长剑 一双美眸中也不由露出震撼无比的神色 这柄长剑在晋升为先天法宝的时候 所散发出来的威能之可怕 连她自己都没有料到 这柄长剑正是楚剑秋之前送给她的那柄先天剑胚 这段时间她闭关修炼的时候 向楚剑秋购买了大量的荒谷大陆西水 把这柄已经晋升为半部先天法宝的长剑 直接浸泡在荒谷大陆的西水中 倒是没想到 这次闭关她还没有成功突破到天眼镜 这柄先天长剑法宝倒是掀她一步 率先晋升为先天法宝了 这柄长剑法宝早就已经被她炼化为本命法宝 当感受到这柄长剑法宝即将晋升的时候 她当机立断 立即把这柄长剑法宝寄到了高空中 远离南州的地面 因为她感受到 这柄长剑法宝在晋升时 里面所蕴含的可怕威能 很有可能会直接爆发出来 这股威能之可怕要是波及到南州的话 恐怕会对南州造成难以想象的破坏 而事实证明她当初的做法是何等的正确 要是她不把这柄长剑法宝接到高空中来的话 任由这柄长剑法宝在地面上爆发威能 恐怕如今整个南州都已经化作了一片废墟了 作为这柄长剑法宝的主人 在这柄长剑法宝爆发威能的时候 她直接把这股威能 朝着无尽的高空中导引过去 尽量避免波及到地面 所以 虽然这柄长剑法宝在晋升鲜天法宝的时候 散发出来的威能可怕到极点 但是南州的地面却并没有受到多少波及 几乎所有的威能都被她倒向了无尽的宇宙星空 等到长剑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可怕威能 逐渐平息下来的时候 天凤公主伸出手掌 把长剑的剑柄抓在了手中 长剑一入手 天凤公主立即感受到剑身之中 所蕴含的威能是何等的恐怖和磅礴 她感觉到在手持这柄先天长剑法宝的情况下 她一见能够灭杀任何一名天眼镜之下的武者 有了这柄先天长剑法宝 她在天眼镜之下已经几乎堪称无敌 只要不是遇到同样手持先天法宝的强者 天眼镜之下就没有人是她的对手 公主 恭喜了 恭喜公主 贺喜公主 能够得到此等一宝 从今天开始 我们天凤公算是有了真正的镇宗之宝了 等到那柄先天长剑法宝的威能平息下来之后 大量的天凤公长老纷纷飞到天空中 向天凤公主 捣贺道 在剑岛那道恐怖无比的剑光的第一时间 洛雪平和农骨翠就从青安城和大平城赶了回来 此时也向天凤公主道贺道 盐医 恭喜了 此时白衣楚江秋也是飞到天凤公主的身边 微笑着向天凤公主拱手道贺道 大家都有心了 天凤公主收起了长剑 向众人还礼道 公主 你没有突破天眼镜吗 罗雪平上下打亮了一番天凤公主 讲到天凤公主的气息 虽然比起闭关之前显得更加强大了 但却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 不由皱了皱眉头问道 没有 还差了一点 天凤公主摇了摇头 有些无奈的说道 时间毕竟还是太短了 我的积累 还是有点不够 天眼镜 哪里有那么容易突破的 公主已经做得很好了 修行一事 公主 倒也不用操之过急 如今公主 有了这柄先天长剑法宝 天眼镜之下 基本上已经可以说是堪称无敌的存在了 除了万宝宗 如今五大宗门 谁还能够和我们天凤公争锋 郭白眉确实出声安慰道 郭老祖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并不是在责怪公主 没有突破天眼镜 罗雪平文眼连忙解释道 楚剑秋 你的荒谷灵犀酒酿制出来了没有 罗雪平转头看向白衣楚剑秋问道 呃 骆前辈 我秦师叔到现在都还没有醒 这荒谷灵犀酒 我可不会酿制 白衣楚剑秋文言 不由有些无奈地说道 秦苗烟这一次 沉睡的时间还真是有点长 不过 这也难怪 毕竟连于庆河那样的半步天眼镜强者 喝了荒谷灵犀酒 都醉了整整一个月时间 就更不用说 秦苗烟这种大通玄境巅峰的舞者了 虽然秦苗烟并非直接喝下荒谷灵犀酒 只是闻到了酒香 但即使只是酒香 那劲道也不是一般的大 就连白衣楚剑秋自己 当初在闻到了那酒香之后 都压制不住境界 随后不久就突破到了大通玄境后期 就更不用说秦苗烟了 秦苗烟的修为虽然比他高 但在底蕴上和他这五狗分身相比 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的 嗯 你秦师叔到现在都还没有醒吗 落雪平文言 也不由有几分无语 秦苗烟这醉倒的时间都已经有好几个月了吧 居然到现在都还没有醒 骆师叔 楚剑秋 你们在说什么 什么欢过灵犀酒 天凤公主听到两人的对话 顿时不由疑惑地问道 祝了 unal 零 Sales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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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